那么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呢 我们要关注的是 那个六四这一天 现在这个时间呢 正是北京啊 枪声隆隆 解放军在坦克 在北京杀人的时候 北京的城呢 很恐怖啊 那天晚上我是站在基敏桥上 基敏桥的政法大学的校园前 然后三轮平板车 一会儿呢 开过了一辆 上面拉着那个砖头 说去往城里头去 声援那个城里头的人 然后呢那边是天空中 你能看见就是这种光亮和枪声音 那是一夜无眠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话题呢 是香港 香港在六四这三十一年来呢 前三十年 风雨无阻的在 维园啊 这个维多利亚公园举行这个灼光晚会 但是 今年这一次呢 历史在2020年停顿了 就是香港人没有机会 搞这样一个灼光晚会 那么我听到的消息 他们要搞网络的这样一种晚会 所以我们先听听啊 这个技术明先生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六四啊 这个是 对香港人来说 他的这个情节很深 那个 我所知道香港人的百万人上街游行啊 那个 不是去年的 六月九号 有一百万 就原来我们知道 这个2003年五十万 那我已经在香港 我看那个维园举行 从这个维园的广场上 人溢出来 整个铜锣湾那个街道上 就全部是人 后来统计说是五十万人 那后来 去年又看到是百万人上街 那其实 三十一年前 香港就有百万人上街 那就是深圆这个 天安门这个广场上的学生 那个抗议这个开枪 那个我记得 那年我还在上海 有香港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 他们激动的不得了 说男女老幼上街 一百万人 在街上 那个 进行抗议和声援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实际上 不少香港人 和内地的这个执政当局 和共产党就 接下了两指 就是那个 六四的这一幕 一直在香港人的这个心里边 毁之不去 它就变成香港人 永远要纪念的一个活动 那心里边永远存在的 一年一度的这个纪念 就成为香港特色 这个三十亿年来 其实很多人对那场悲剧 那场惨案已经模糊了 你包括中国内地 三十年一年 就是一代人的这个过去 现在的年轻人 你去跟他讲六四 根本就那个历史教科书里面 可能都没有了 全世界实际上就是香港 那个一年接着一年 永远没有二色 这个色彩就是那么浓烈 就我记得有一年是 也是这个晚上 中国远环是最多 大概十五万 十五六万人 也是整个围园坐满 而且全部 那个一些街道也是人 铜锣湾那边满街都是人 这个 你就看 香港人的这种 这种情节 那个对自由民主的 这种追求的这个情节 而且他 那个基本上是用非常 相当理性的方式 来做一些悼念和纪念的 这个活动 那么这三十亿年来 从来没有间断过 那今年第一次 因为疫情 其实香港在这个时期 它是两个活动 一个是六四晚上的 着光晚会 因为六四不管 你是礼拜几 那个他都会在那里 每一年的六月四号 另外还有一个活动 就是六月四号前的一个 礼拜天的一个游行 那么今年呢 这两个活动都取消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都被取消了 那么 但是 就是网上 是说 继续会点亮这个蜡烛 用其他的方式 来进行这个纪念 到底是什么方式 是每个人仓户前 点一只蜡烛 还是通过网络上 来点这个 或者是你在心里边 点的那个新灯 那不管怎么说 就是那个 组织者 还是要把这一天 的纪念活动 留下来 不会因为这个疫情 还取消 那也有人号召 要到维员去 那么这个就违反了 现在香港规定的禁据令 那个警方是随时可以 可以做出逮捕的 因为以前的这个 属于一个群众集会 香港警方都是批准的 但是今年这个特殊情况 就可能就不能再在为原 去结合集体进行这个 悼念和有一个集体的 这个回忆 可能这个活动要取消了 那么至于它会不会成为 香港的一个绝唱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接下来就是要推出 港区国安 国家安全立法 那么六四这个活 因为它国家安全立法 就我们也知道 这一次人大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 加了几个字 原来是 就是违反国家的这个 这个分裂啊 或者颠覆国家罪的这个是 它的是一种行为 后来加了一个活动 那么这个六四这样的一种活动 是不是也是 是对国家安全 有这个挑衅的 但是违法的 那要看它那个细则出来 那现在大家也在讨论 如果细则出来 认为类似这样的活动 就是违反了国安法的话 那可能会不会就变成绝唱了 这三十多年来的这个纪念活动 最后只能是留在心里了 那这个要看法律具体的一个解读 那你喊口号 你搞这样的活动 和你还有一些 有一些具体的行动 到底怎么来区分 那个可能要等法律的具体 那个解读 小平 那个 你刚才第一个节目的时候 我谈到吗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在安慰香港人 就很少的人 对啊 一个是我们打击的对象 是很少的人 法律上怎么可能是打击很少人 法律上是 所有人头上的一把剑 他怎么可能是很少的人 对不对 最后坐牢的就是那么几个人 但是所有人都在法律之下 对所有的人都有约束力的 对吧 都在法律之下 都必须真实的法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可能就是 他的顾忌可能就是 这个挑战中央的是 极少极少的人 基本上就是极少 他在北京把这个放大了 他要做局 那么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 我正好在前几天看了一个官方 有香港的官方背景的 写的一个 港版国安法的一个 二十个问题的问答 那里面就明确的提到 这个 这次港版国安法只管几类人 跟韩正说的一样 你们不用担心言诺受到管制 六四纪念会还可以照样进行 是这样一个说法在里头 所以说呢 可能北京啊 为了觉得啊 释放一种这个气氛 在某个名义上仍然会 让香港人纪念六四 他是慢慢的去收紧 所以说这是也在某个名义上 北京安慰香港人做的一个妥协 你觉得这可能性大不大 我想北京不会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做妥协 你比如说六四有一个口号 就是结束一党专政 那等于就是要推翻共产党 那么这个是 这个就是 肯定是危害国家安全的 这个在北京来看 共产党是唯一的这个 合法的执政党 你要推翻它 可能就是违反了这个国家安全法 就是它有些很多口号 那么在运这个活动当中出现 那它又说这个 你的活动也要受到这个规管 那它当然 比如说你组织了五万十万人 参加这个活动 你不肯 它不会把五万十万人都抓起来 它把你组织者 它认为你是挑衅了这个中央的 这个权威影响 但危害了国家安全 这完全有可能 那我相信不会这么放从容 一方面制定了一个国家安全法 另外一方面又把这个 搞得很宽泛 最后也起不到阻下作用 我想这一次北京下了这么大的一个力气 它就是要起到一个阻下你的作用 那么就希望你不要 不能也不是希望 就是坚决遏制你公开向中央 向执政党挑衅的这个行为 所以你看这个李嘉诚在表态的过程当中 他讲了两点 一点就希望这个法律 可以舒缓北京对香港的担忧 他就觉得我可以放心了 我有这个法律 可以去做一个限制 那么这个是他讲的很 很这个 我觉得讲的很温和 北京不是要是不仅是释放担忧 其实他也知道 你几个即使有港独 几个人也翻不了天 那又有解放军在这里 他就是要通过这个立法 来狠狠打击 这么一种对中央的不敬和调讯 所以我觉得不会很宽松 会严厉 否则他没有这个 就没有这个立法的必要了 对吧 但是严厉的过程当中 他不会打击一大片 他主要对那些组织者 领头人进行打击 这个委员呢 不能点灼光 美国这边呢 彭普奥先生呢 在这个推特上发文 对北京进行批评 同时呢 美国国务院的公开日程显示呢 彭普奥二号下午两点半 在国务院呢 会晤六四的新存者 那么根据我得到的这个内部消息呢 我们明镜的嘉宾里面 也有一个去参加了 这样一个会见 那个因为我们本来要安排 他星期二的节目的 最后他没法参加 当然他还是保密 因为估计他跟国务院约定 因为美国国务院要 到今天到今天的时间的 十二点左右 美国的国务院才会正式公布 这一次详细的会面的一些信息 但实际上他们会面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之间呢 应该我猜也应该是有一个嘉宾 去参加了这次会见 所以他导致他在原定的节目 他没法参加 那么这是我的猜测 那么你怎么看美国这一次 国务院卢斯大的一个动作 死无前列的在国务院 这样一个日子呢 要会见这个六四新冲冲 本来我是想问你 是不是死无前列 你说的是死无前列 就以前没有这么做 对啊原来是南喜 南喜女士呢 在参加六四晚会 她基本上是曾经说 答应每年都要参加的 当然他也见过一些这个六四的新冲冲 但是美国国务院 在这么一个日子里头就继续会见这一样的一些代表人物 我觉得是罕见的 对 我是觉得这个跟中美关系的这个大背景是极有关系 那个美国现在对中国是死扛了 那个是扛上了 就从贸易战 从科技战 从金融战 再到现在的防疫战 就美国基本上就是人盯人死盯着你中国 就是要让你不好过 就是要让你难受 你要在香港做点事情 你要再对台湾做点事情 我美国我老大我就出手来阻止你 来阻吓你 那那个我就觉得美国最近发出三个信号 都是在这个方面表现出他对中国的这种死扛 我就我就盯上你了 一个他就是会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这些民运这个六四的信承者 那些民运的人士 那为什么要用六四的信承者这样的一个标签呢 他实际上是这一批人是中国或者说最早的追求民主政治 要求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些年轻人 那么在这个北京当局执政者当中 这些都是自己的那个对手 甚至于是敌人 那美国就把这些敌人的敌人 他就是朋友 所以这一次就把他都请过去 给很高的领域 第二个我发现 美国是在做一件什么事情 他在做一件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中国 你比如说以前是 那个七级集团会议 那本来是八级嘛 八大那个工业国 后来把俄罗斯给踢出去了 苏联踢出去了 变成七大工业集团 那么本来是六月份要开会 后来总统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把他推迟到九月份 现在要变成十二级 就扩大了 那么然后呢 也希望俄罗斯再重新重返过来参加 当然这个当中好像是遭到了 英国和加拿大的这个反对 那不管怎么说 我就看到美国希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他就是把中国推在外面 所以我昨天还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美国就原来一直说要去全球化 美国第一 他是冷落全球化 边缘全球化 其实不是 美国不是要 这个不要全球化 实际上是要去中国化 我们原来一直在讨论 他让中国边缘 所以他是要团结他的这个力量 那第三个我认为他发出的信号 美国现在是对中国是全方位多领域的来遏制对付中国 不仅是经济的科技的政治的军事的 基本上走向冷战 我们已经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这种脱钩以后的这样一种对峙 虽然这一次在这个两会记者会上 李克强总理蒋总理关系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期望 相对讲的也比较温和 但是我们看到实际情况就是这么残酷 而且今天你说的他会晤六四的信成者 那个发出的这种信号 就是要让这个北京难受 你不想我做的事情 我都要做在国际上 然后在各个方面围堵你 各个方面围堵你 那么那个包括香港问题 那你要立法我要这个做出一些制裁 虽然现在这个制裁的这个具体方案还还没有 刚刚是讲了一个方向 但是我相信如果真的要做两方都会这个顶得很厉害 那这样的话那个中美关系如果不好的话 那这个可能这个接下去大家的日子都会很难过 小平 好 谢谢啊 谢谢基先生啊 跟我们谈香港的六四纪念和美国国务院 这次罕见的会见六四新存者的这样一个新闻 因为现在还不到12点嘛 那么还有一个多小时 最后呢 这个会见六四新存者的详细的新闻呢 就会给大家播报出来 那么参与会见的这些人呢 应该是都收到了事前的约定 就是说不对外发表 不对外发表这方面的信息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民进呢 我是给大家提前披露了参加会议的 集中的个别人的一个情况 那个包括我们明星的嘉宾 刚才我们有人猜是我们老王 是我们的王军涛博士 不仅你们可以继续猜 可能没猜对 我们的节目呢 今天四个话题已经结束了 我们看看还有一点时间 可以让大家来